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相当中的一些特点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女人在挑选老公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否则会一生的幸福也是搭在上面 相由心生 在面相当中通过观看男人的面相 也能够知道其人的品性如何 我们看几种不好的男人的面相 一个是犬骨漏肩 犬骨没有肉 而且横突漏肩 过于肩的人 人缘不佳 性格多半是孤弊 孤弊 自负 而且难以跟人友好交往 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个性比较偏执 在这类人心中 自己永远是第一位 所以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人缘比较差的 想要成就事业是很难 第二种是眉毛过于粗浓 过于粗浓是一个人血气过旺的表现 往往这类人的脾气比较暴躁 容易发怒 而且比较粗鲁 一生当中很难有什么大的成就 如果是眉毛粗浓 再加上眉骨突出 那么这样的人容易有一些家暴的倾向 所以说这个需要注意 那么第三种是脸小 鼻子大 脸型小 鼻型过大的人 大多数比较主观 比较独断 专行 那么胆大 而且有冒险精神 但是大多数表现出这种任性妄为 比较冒失 属于欲望大 有野心 喜欢自吹自擂 本事不大 有点成就的自我膨胀的人 一生事业容易衰败 像搜狐的创始人就有这种特点的 脸小鼻子大 一生事业容易起伏 容易衰败 好了 有关这个面向的一些特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